接下來要上個跟颱風警報有關 颱風中心向外延伸 每秒數就是七級風 中心風數最少要八級風才叫做颱風 往外會減弱 減弱到七級風的位置 就叫做暴風半徑 範圍內就叫做暴風圈 就叫做暴風範圍 然後一般來講都在幾百公里 所以幾乎是隨便的颱風 就把台灣全部暴進去 都叫暴風範圍 然後呢 我們就有所謂的颱風警報 好 預計颱風的暴風圈 暴風範圍 侵襲台灣一百公里之內的海域的時候 它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二十四小時會進來 就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十八個小時之內 暴風圈會插過台灣的陸地 颱風也 颱風中心 跑到台灣陸地 那個颱風登陸 不需要登陸 只要暴風圈插過台灣陸地 我們就會發布海上路上颱風警報 我們沒有路上颱風警報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個島 有路上就一定會有海上 所以海上路上颱風警報 十八個小時會進來 就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如果颱風走呢 離開我們了 如果颱風死翹翹了 不見了消失了 中心風速降到Birding風以下了 那我們就發布所謂的解除警報 我們就發布所謂的解除警報 這是颱風警報 然後這是警報單 警報單 看不清楚也沒關係 看看 這上面有一個叫做名字 有個叫編號 當年19714 1997年第十四個颱風 會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最古老的時候 最古老的時候 北半球用女生的名字 南半球用男生的名字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可是後來被女權人士嚇 台風是一個害人精帶來災害 你都娶女生的 所以我們女人是禍水嗎 不爽 那就改了 改成世主 ABCD但是有一些沒有 然後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四主 輪流用 用完 現在又改了 我們這裡的颱風 許我們這裡的周邊國家 每個國家出一個名字 一樣四主 我是沒有亂說 我沒有背 我沒有說第一個名字日本人取的 第二個名字韓國人取的 第三個名字泰國人取的 第四個名字菲律賓人取的 又取一取 所以現在我們出了很多奇怪的名字 我們出了各地的每個人的發音 那什麼之間取的名字不同 他就有名字 好 這要是取個名字 然後就報一二八八八八之類的東西 好 下面是藍雅國中考過的 人工警報 藍雅國中考過 這個代表的是未來 預測你未來會在這裡 預測你未來會在這裡 未來會在這裡 用一個圓圈有十字 以後會在這裡 當然我會再講到虛線的是未來 實現的是過去跟現在 好 這就是暴風圈 這就是暴風圈 中心最少要八級風 往外數到七級風 叫做暴風範圍 暴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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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多大 這麼大一個 好 那這個符號 我們就有所謂的熱帶性低氣 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OK 好 來 那個 化成這樣的 空心的 是輕度颱風 實心的 就是 中度颱風跟 強烈颱風 化成這樣 跟你辨別一下 他是哪一種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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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它分 然後呢 邪就是警報區域 就打邪性是他說 會受到颱風影響的 發佈颱風警報的範圍 就打邪性的地方 打邪性的地方 的警報區域 好 剛剛講過了 實現是過去跟現在 以前在這裡 以前在這裡 然後慢慢的走過來 現在走到這裡 這叫做實現是過去跟現在 虛線是未來 以後預計會走到這裡來 然後在這個位置 但是現在已經不這樣子報了 現在已經不這樣子報了 現在的報法是像這樣 他說 潛視圖 潛視圖 這個潛視圖 預測 因為颱風预報很難很準 颱風预報很難很準 然後呢你差一點點 就會被人家嚇 這個是台灣 颱風這樣子走跟這樣子走 對台灣的影響差很大 那你差這一點你會被人家罵死 所以他現在不這樣子報 他現在怎麼報呢 他現在報所謂的潛視圖 我現在在這裡 我預測未來會走到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他如果走 所以呢 他如果 如果他走這裡 我的預報是準的 走這裡呢 我的預報還是準的 他如果走這裡呢 沒關係 因為這個範圍只有70%而已 他找到30% 你有沒差 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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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題學測考過 可是學測考的時候 他寫的方法有點錯誤 不過沒有關係不理他啦 還有一個問題啊 這個是 一天他會越來越大圈 因為他可能範圍會越來越大 有學生以為 代表颱風越來越大 不是 不是颱風越來越大 是他可能走的範圍的 變大而已 他只要範圍變大 他不是颱風 不是颱風越來越大 OK 這要潛視圖 剛剛講過 這要潛視圖 70%的機會 會走到這個範圍當中 所以現在都這樣子報 現在基本上都這樣子報 這要颱風的潛視圖 這要颱風警報單的狀況 這個 颱風警報單 藍牙國中斷考 考過 你要會認 懂他裡面什麼意思 什麼叫侵入颱風 什麼叫強烈颱風 然後實現什麼意思 虛線什麼意思 哪邊要警告範圍 這個圈 這個圈是什麼 這暴風圈什麼 這些東西要毀 OK 這要做颱風的警報單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沒有